为了提升消防局出勤同仁的保护 花莲县慈激医院与花莲县消防局合作 研发了一款适用于到院前紧急救护的防护隔离面罩 经过了一整年的测试与改良 终于制作出收纳大小后只有A4纸张大小的成品 慈激团队在27号捐赠了130组给花莲县的消防局 收纳之后只有A4纸张大小的防护隔离罩 可以很快的把病患整个人照起来 隔离和救护人员的接触风险 这是由花莲慈激医院团队和消防局高级救护员 共同合作研发出的防护装备 消防兄弟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第一线的救护的人员 所以其实如何提供他们一个很安全的工作环境 跟保障他们的一个工作的安全性 一直是我们这些医疗人员一直在想办法 尤其从事重疾症医疗的 所以为了这些从事高传染的这些新型传染病 那我们急诊科的医师无所不用其极的 想尽办法想要做各种的防护 让所有的从事这个行业跟参与的人能够获得最好的保障 所以我们的赖培方主任赖培方教授 他就花敏用他的想法 多年工作上的经验花敏从他的想法 然后产学合作 然后发明了这个这么好用的东西 希望这一块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消防弟兄 在工作上有更好的保障 经过一年的测试与改良 重量轻使用方便材质环保成本低廉的防护隔离罩 终于研发成功 此季团队第一时间立即捐赠了130组给花莲县消防局 希望可以降低消防弟兄在执行勤务时被传染疾病的风险 从去年疫情开始在发展以来 我们随机医院这边 我们由院长副院长以及我们就 我们基准是赖培方指论的领导团队在开始研究 那不断的由我们的消防弟兄来做试验 因为所有的疑似过案或者病人或者急诊的过案 都是第一线接触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护人员 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灰沫的传染 灰沫的传染 那我们这个隔离罩 如果有这个隔离罩给它罩着的话 可以多一层的保障 我们可以避免可以减少被感染的机率 一旦一个人被感染的话 全队会被矿类隔离 可能会瘫痪 我们的整个救灾体系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慈激团队对消防团队的帮忙 慈激医院急诊部医师赖培方表示 医护人员和消防人员同舟一命 他们能够体会消防人员在一线执勤时的风险和压力 希望透过这个防护隔离罩 为消防人员多一层保障 戒律会幻市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